沈师傅是嘉兴海宁市圆花镇 镇西村的村民 平时主要当货车司机和种地 他说村里的一块农田里 有村民盖起了砖瓦房 最近几年还在不断扩建 7月初他反映到了镇里 农田边的这排砖瓦房 目测大概有9个房间 沈师傅说盖房子的村民 就住马路对面 房间都出租给了附近的打工者 房东在砖瓦房和农田之间 还用钢架和采钢板 加盖了厨房和卫生间等检疫房 目前检疫房的屋顶和墙体 已经被拆除 找到砖瓦房的房东 对方表示 这排房子已经盖了20多年 没有占用集体农田 这个房子自如地 违入回归的 发股款单 老到这时候可以做的 早的时候你也可以做的 那么还有空地 就是外面带了90几厘米宽度 放煤气瓶 烧菜烧饭 房东说原来检疫房里的 剩余设施和土地 他会请人来进一步拆除和平整 但是砖瓦房属于历史遗留问题 他们家没有接到整改通知 路边这一排砖瓦房是否超过了规划红线 侵占了基本农田呢 记者向村委会进行了核实 我们也查了一些相关资料 这个资料我可以像这个区块 是基本农田 这个是红线之内 然后像这个是建设用地 村庄建设用地 所以那个房子是不是在基本农田之内的 那么他举报这个 新大的那个那个 那个检疫房 我们正做了农副工作已经拆除了 沈师傅表示 他会继续找上级主管部门 查阅相关档案资料 镇西村的吴书记介绍 对于建设用地和农田的历史遗留问题 村里有统一的规划和建设 我们村本身正在搞全域土地层治 刚才过来都是新青年吧 慢慢地搬过来 慢慢地搬过来 都改善那个农村那个住房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 1818黄金也记住